財富指揮官 財富漲停板 而且台北股市 如指揮官跟各位所說的 大漲了792點 那麼今天有很多股票 幾乎每個節目股票都是漲停板 我想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好了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大漲 我只能說替我自己家族開心 但是我昨天接到非常非常多的 那麼可能在低點的時候完全撐不住了 那麼融資戶受不了了 非常多的電話 那麼我當然做了很多很多的動作 去幫助他們 包含了主持他們等等 不過我想我今天先從這裡講起 因為就是看了昨天有這麼多的人 其實在處在一個非常艱險的當中 還有很多根本就沒有來找我們 可能就自行停損了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情了 當我下午打開節目一看 哇 每個老師都怎樣 都是昨天買在最低點 然後今天漲停板 我真的很想問一件事啊 那請問一下 昨天講現今為王的是誰啊 各位啊 我必須要這麼直接說一件事情了 昨天有多少節目跟你講現今為王 而今天又全數攻上漲停板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這樣的節目 跟我的感受是不是相同啊 第二個有人講一句話 講得非常的清楚說 殺完融資之後呢 殺完融資昨天殺122億 這一波殺了615億的融資 殺了融資之後就會大漲 我真的很想講一件事情啊 你的顧問說 殺融資散戶會大漲 問題是 你就是那個融資散戶吧 我再講一次啊 你的顧問今天上電視講 殺完融資散戶所以大漲 那問題是 你就是那個融資散戶吧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跟對人跟錯人啊 我覺得今天比那個台積電 聯發科 電子股 倍數翻啊 除了倍數翻比較重要以外 我認為跟對人跟錯人啊 你現在是不是睜大眼睛看清楚 是不是真的差很多啊 殺融資散戶會大漲 問題是 很多人的會員就是那個融資散戶 我這樣講公不公平 我現在講公不公平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今天啊 反而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啊 各位啊 第一個 假如你昨天殺低 今天大反彈 我問你一件事 你覺得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會不會很歐 第二個 你的空訊昨天殺低 今天換一種股票就好了 我昨天殺低電子股 今天怎麼樣 全部去追 那個傳產股的漲停板 我昨天殺傳產股 今天改全部追電子股的漲停板 然後上電視說都漲停 我問你你真的敢買嗎 你老是在17709的時候叫你 大買電子股然後把它殺掉 或者大買穿戰股把它殺掉 然後接下來 我知道老師很聰明 他不會說昨天殺電子 今天又買電子 他一定換一種 我問你一件事你真的敢買啊 你的操作是這樣嗎 還有那種從頭到尾一直買 反正我每天都買到最低點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如果你是就是那個融資散戶 你的顧問說殺融資散戶會大漲 我們要現金為王 我們要遵守紀律 買在17000點進去 然後把這邊砍掉 這叫遵守紀律 你覺得這叫遵守紀律嗎 遵守紀律應該是買在這裡 賣在這裡吧 不是買在這裡賣在這裡吧 親愛的投資朋友 然後再跟你講說 殺融資就會大漲 然後今天再給你臀部來追掌停板上電視 我必須要這麼說一件事情 假如你現在所看到的節目 真的我必須要這麼說 我認為啊 現在有超過六成的節目是這個狀況 其實我六成講保守了 把那個六字倒過來吧 九成好了 如果有九成的節目是這個狀況的話 我真的希望所有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你一定要看清楚 注意我今天還寫了四個字叫 清楚交代 我們昨天的節目講到補空翻多 等一下 怎麼補空翻多 我都讓你看個清楚 我可能就是最大的贏家 注意喔 看清楚空單大勝之後 我是什麼時候買台積電的 什麼時候買聯發科的 答案不是今天 不是昨天 很多人講說昨天翻多 昨天翻多你台積電不可能買到最低點 你聯發科也不可能在最低點 真正會做股票的人根本不是空跟多 而是做轉折 你今天還在看昨天補空翻多嗎 昨天補空翻多只有長榮啊 而且昨天補空是補在跌停板 然後你還在跌停板 立刻買進多單 我還真的 真的當你是神仙啊 對不對 昨天補空是不是補2609陽明 昨天跌停板 然後你昨天買在跌停板 今天漲停板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土地公爺爺都沒有這麼厲害的操作啊 這種節目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那是純粹是個秀 那不是真的能夠操作 我說過這種叫做不會做的人啊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這個行情到1萬7709點 難道不叫做上升線型太大 難道不叫做所謂量價背離 難道不叫做所謂高點實在 高點實在太高了 就很愛在這邊買 然後殺下來之後 這個時候各位想想看 國安基金都已經出來講 他當然想說他不要進場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要進場 他就不會出來 懂我意思了沒有 如果今天他真的不會進 他不會跟你出來講 他也不能明示跟你講我要進場 我只好就跟各位說了 所以這叫什麼 看不懂轉折嘛 看不懂轉折的話 什麼行情你都沒辦法做 除非你找了不會做的人啊 這是個標準的多空雙勝的格局耶 注意喔我現在講這句話 全世界都在看 5月12號我的會員朋友有沒有接到這個訊息 我發的時候應該在518519 我直接寫520啦 來我就直接問啊 請問昨天這張是不是遮起來啦 我還順便寫說 順便問問你們老師那個1185的那張啊 他是多還是空啊 你不能從頭到尾一直買就跟我講說你連發科大賺啊 你連發科大賺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我看到有很多說我連發科大賺的昨天很多啊 我問你一件事那中間這段時間我們不要講別的節目好了 很多訪韓性的節目這幾天的時候不是在講什麼鋼鐵人航運什麼鋼鐵人蜘蛛人什麼人嗎 我先講一件事喔你不要說老師我今天剛我今天陽明掌停板 注意啊以前的陽明是貨輪啊現在的陽明叫救生體你聽我講這句話聽聽看他 我昨天給你預告的有沒有錯 等一下我跟你解釋為什麼我都是以台積電法則台積電法則注意喔 各位看到沒有2330的台積電我什麼時候開始對電磁股正式販多台積電開始流下影線 這叫台積電法則我講的東西清楚交代 之前看不好台積電就是看不好到這個下影線出來開始翻多電子股 而且呢進場去做那麼清楚交代 市場只有5%的贏家我直接告訴各位95%都是出價 親愛的投資朋友你看看嗎來這是昨天12點20分的時候5月17號 你說老師拿Call訊我說拿Call訊不厲害我直接拿FB拿臉書給你看 你看臉書的朋友是不是看到這個你現在去查 九成是上班族上課學生老師族啊看到雙北市場停課就給他賣出來啊 那以前糊裡糊塗的以為大傳現在當然全部吐出來 我現在告訴你說這波行情裡面他們是最後一個簡單講被犧牲的對象 放心啦第一次進場跟老師對不對跟哪一個老師啊來看一下5月17號上週放空大傳今天全面翻多改過其中一個字我給你給我會員朋友親自看1000萬 今天國家人心浮動國安基金當然要動作這也是安定人心的所有作為啊 雙北非執政黨的宣布停課中央一定要有動作啊 一開那麼四問總統都說話了財經官員一定要有動作有沒有 第一段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是重點好 注意喔這一次翻多最關鍵最大的利多股票絕對不是叫你追高啊 不是說哎呦長龍今天漲停板陽明今天漲停板 我昨天不在跌停板今天買漲停板裝死裝瘋賣傻嗎一定是這樣 你看我講台積電不是今天進我講聯發課不是今天進的不是昨天進的對不對 你在沙龍之散戶的時候你在被沙龍之散戶的時候我們家族不但在賺空單的錢已經慢慢翻多不是說我今天翻過來就翻多是慢慢慢慢開始做嘛對不對 親愛的投資朋友空單在這裡5月3號開始通知所有會員去開融資融券賬戶你看多細心啊 5月4號空環球金注意喔都補啦對不對會看到沒有來接下來空國巨 空 空華興科 空飛鴻 空合金 空偉銓店 空友達 空四維行 然後5月12號開始回補電池看清楚這裡對不對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啊回補電池的時候傳產股還在跌停板台積電法則從這裡講好了比較快來注意 來各位看到沒有有空有補請放心對吧 多賺多少多賺76塊半耶別人在跌的時候哀哀叫啊沒電啊沒水啦然後股票又跌停啊然後又要被封城啊 沒電啊沒水啊股票又封城但是做股票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爭取你自己的財務自由不是來跟錯人讓你套牢的更慘 那麼爭取你的自由如果大盤不好局勢不好你可以做空啊對不對 對不對大盤不好局勢不好你可以做空啊 人家發人家可以這麼說啊把東西吹捧上天了 那你也知道說應該要把它回頭做下來吧 你也知道說應該把它回頭做下來吧 把它回頭做下來吧 然後我們這裡寫得很清楚吧 我是那個昨天長榮跌停板回補 昨天長榮跌停板回補今天長榮漲停板嗎 還是昨天中鋼跌停板回補我今天回補中鋼嗎 我只能這麼講一句話真貨假貨清楚交代 真貨假貨你一定要看清楚 我只這麼跟各位報告請各位留意喔 這一檔股票第一個來大抵完成了 注意喔今天有很多股票是反彈而已啊 今天有很多股票是反彈而已 你不要拿它當真因為為什麼 因為疫情就大盤啊注意 本來這個大盤先要做它的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有通貨膨脹對不對 不要現在通通忘光了啊 才一天漲上來什麼忘光了 有所謂的庫存太多對不對 有所謂的下游手機賣不掉對不對 這些呢本來要反應的 結果呢發生了疫情了 人心浮動 這是我昨天傳證高寫的啊 還有我的摳訊 政府必然啟動護盤機制 這個時候不能做空一定要補 因為政府比我們大 多空裝聖是我們接下來的目標 請照口訊動作 請看清楚這張 看清楚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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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我唸一次 有多有賣請安心 跟我看一次 有多有賣請安心 有多不賣你套牢 有空有補請放心 有空有補請放心 一直買到現在還是套牢 最高殺低不安心了 我今天還是跟各位講 請你趕快來找我 我繼續給你吸收匯集 我不曉得吸收了多少了 反正沒關係啦 反正我覺得我可以陪大家 但是你如果在這邊 再繼續錯一天的話 下一個就是你 下一次沙龍之又是你 我不曉得你有多少人可以殺 他昨天說殺龍之散戶 你就是那個人 歡迎你 跟上黃靖哲老師 每一分錢 會員的每一分錢 我都會替你認真把關 請你想盡辦法跟上來 運打頭顧 恭喜黃老師會員 高端抬康升大豐收 喜悅分享架68邀您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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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簿專線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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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價差 人氣股 漲停漲停 再漲停 運打頭顧 黃老師 九大標股要領 專挑起掌 第一支漲停版 分擔戶力 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打師 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三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車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1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2 撥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3 教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4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 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 再移動車輛 5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檢查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播話儀等就對了 反彈當然是比回身更亮眼 不要忘記了 我教過各位這個觀念 安德烈克斯厚你也講過 所以呢 短期利空結束 當時我就這麼告訴各位啊 用力向上彈 彈到什麼 彈到長期利空的情況 所以誰是反彈 誰是回升啊 我今天在整個 我的網 臉書上面做一個 滿有趣的一個情況 我說請各位留意啊 那麼這一檔股票呢 是這一次最關鍵性的股票 也是長線最大的利多股票 也是短線最大的利空股票 結果呢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答對啊 我買股票一定要買在什麼 長期最大的利空啊 我一定逢低進 逢利空進 長線才有倍數啊 你說老師長榮我們再漲一倍 你自己看看啊 我就直接告訴你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啊 一堆啊 這是昨天的口訊 一堆現今為王的建議啊 你去看看之前啊 最高點的時候 是不是告訴你加碼還會再漲 聽到錯誤的人建議還會再錯 注意 現在你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轉彎就是轉彎 很清楚的轉彎啊 你要是繼續找一些錯誤的人建議啊 那或者你自己啊 要做出錯誤的建議的時候啊 那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可能也不是很好的情況喔 請各位留意啊 來吧 今天有很多人說 你看 剛才我是不是告訴你 這節目還真的是太精彩了 昨天補空 今天翻多還同一支 有這麼厲害 是不是 長榮還是直接開高的 真的服了好不好 各位啊 如果這樣這麼喜歡做的話 幹嘛不去做選擇群 第二個來請各位留意啊 我們現在看一下長榮的樣子 這裡碰很高對不對 這裡碰而且是大長這麼這麼多對不對 OK 那時候叫做貨櫃輪嘛 我認為現在啊 頂多是中型貨櫃輪或是橡皮艇喔 你不要搞錯啦 你買的是救生艇還是貨櫃輪 你現在要想清楚喔 鐵達你沉了一次啊 你當作現在上來你還可以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啊 有人說老師那我買鋼鐵人 我說有看過電影的知道啊 鋼鐵人演到第三集啊 鋼鐵人就死掉啦 就被薩諾斯推 所以請你注意啊 我覺得今天的結構不是很漂亮 請你聽清楚啊 那你不會去猜這個吧 請問這以前誰叫你買的 你也不會去猜這個吧 這以前誰叫你買的 有說過今天談上來什麼事都沒有了嗎 蛤 有說過今天談上來之後什麼事都沒有了嗎 我問你啊 你看一下今天融資還是 融資突然間又冒出來 當沖又通通跑來做什麼鋼鐵 還有人說老師我買蜘蛛人 我說蜘蛛人啊 這個來不及了 蜘蛛人還沒紅起來 那個就沒參加復仇者聯盟啦 所以這次絕對不是他們啊 我也只這麼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啊 你覺得今天還不錯 蜘蛛人在這裡 全部上週我們放空當然 今天我們全部翻多 這昨天啊 我只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麼有很多時候歷史是重演的 為什麼我說歷史是重演 注意喔 我們昨天講這個什麼 8523點啊 這個叫什麼 今天今天是去年的大冷板 去年比較低嘛 我們當他是小孩 小孩長得比較高 看到這幾個字有沒有 請問一下去年8523點 台灣是不是疫情很緊張 應該不能說疫情很緊張 是我們沒有發生 但是我們內心是很緊張的 股票市場講究的是內心 而不是說比方說 好了今天啊 今天假設兩百個人確診 結果到下個禮拜你聽說 變成95個 在下個禮拜變成50個 那時候天天還是有人確診啊 可是你就不緊張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但是當時我們心態非常的緊張啊 我隨便得下去不得了 從武漢進來就不得了 請問各位誰在1月16號跟你講肺炎來了 趕快把股票賣掉 是我吧 蛤 是我吧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很明顯吧對不對 我就直接告訴你 結果跌了多少 3623點 好這不好意思講說你 很多人都跌了3623點 馬上忘記了 哇我老師好厲害 又從這邊做多上來 隨便你啊我不知道了 請問一下這個下跌的過程當中 1月16號是誰告訴你 恆大你要趕快買 1月17號的時候 恆大還在這邊做盤整 表示怎樣 恆大第一根紅K棒已經出來 表示什麼 武漢肺炎已經成立 已經有人再買了 你老師也看不出來 這是大敵耶 結果後來恆大漲多少 漲11倍12倍耶 從18塊5漲到216塊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有帶進你有帶出耶 請問這天的感覺跟昨天的感覺 不就是一樣的嗎 那所以我說這個叫小海版 小海版會漲這麼多 大人版漲得會比較少 但是請你注意 漲得比較少 是因為有些不應該漲的股票 它就不應該再回來了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請問一下啊 今天有很多人講鋼鐵航運 你看一下這些人買的是什麼 5月17號最後一刻砍的叫什麼 上班族上課族老師族 這些都做鋼鐵航運 還砍什麼 砍違約交割族對不對啊 你今天真的跟他去鎖啊 昨天殺到跌停你不怕 然後今天又上來又殺啊 我問你自己 你到底這一回走過來之後 一次大漲讓你覺得說一定要大賺 然後現在又回來了 那就算我跟你講說 唉唷這個行情說不定 有機會彈回去 但是股票不一樣 你看巴西 疫情嚴重之後 後來不是上去 巴西隨便不好意思講一句 這跟你講很難聽的 巴西沁菜喔 隨便找一個省 死的都比台灣多啊 感染的都比台灣多啊 它都漲得回去 台灣人有沒有機會有啊 怎麼會沒有 你看最壞就像印度這樣嘛 你不要說老師 哇那這樣一定會回去 不對喔 印度就橫著走啦 那印度跟巴西都懂得要互盤 糟糕了 請問台灣會不會互盤啊 有空有補請放心 請問台灣會不會互盤 一定互嘛對不對 疫情反而會救了大盤 有沒有道理 你再看一次 印度 我們要不就變成印度嘛 變成印度你就麻煩大囉 注意喔 今天談的可能明天就不談了 持有長期的會走 那變成巴西咧 唉唷說不定還可以多談一點 對吧 那就要看後面的數字是什麼樣了 假如數字每天都是100個120個 一直延續好幾週 那當然就被印度了對不對 那如果是 如果是200個 說多一點 300個 300個 290 280 270 260 那就變成巴西嘛 是這樣 但是問題來 不管它怎麼去變 我認為它完全不會變 請你注意喔 這是長線最大的利多的股票 這也是這個行情裡面最大的關鍵 我以前告訴你最大的關鍵叫做什麼 你不要說老師我知道是高端疫苗 對 我先告訴你 高端疫苗是對的 尤其是這幾年最大的關鍵當然是高端疫苗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 這是上一次月考的題目 因為它已經長這麼多了 所以絕對不是低點 應該說這是已經 這是已經六年級了 我現在要找的是一年級的學生 一年級的學生 所以答案並不是高端疫苗 有很多人答高端 當然廢話 這是黃老師最大的招牌啊 你說老師高端疫苗 你壓回來 我認為他壓回來很好啦 他今天是被限制交易壓回來 他不壓回來怎麼可以 他不壓回來 欸 七月才會打得到疫苗 你今天繼續長到七月是要去哪裡 長到跟大力光一樣高 所以股票市場 你要知道人家在做什麼好不好 各位啊 財富指令長線最大的利多股 一定是這種大抵完成啊 你看右邊出量 而且出現非常多的一些所謂的利空來考驗 注意喔 千萬不要當做這次什麼事都沒有 之前是不是一樣啊 晶片出現亂流啊 之前是不是跟你講說 哇 那一張跑去哪裡啊 之前是不是跟你講說 中國大陸開始打鋼鐵啦 之前是不是跟你講說 那麼美國啊 美國開始查中國大陸是不是故意囤積貨櫃 讓那個貨櫃輪變那麼貴啦 BDI指數在跌啦 這些都不是讓你隨便亂搶的 這只是因為今天有護盤 聽清楚 你要去找那個沒有護盤還會漲的 沒有護盤還會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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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還在利空當中啊 這種長線才會有倍數獲利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跟上真正的財富指揮官黃敬哲 而不是在這邊跟各位 不好意思講 港水保支喔 我今天還是跟各位提到說 請你注意啊 來 我們今天 第一個不要亂買 第二個 不要亂買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要持股提檢 也不要亂流股票 有的不能流啊 我剛剛只是講了一部分喔 注意喔 有的不能流 我的股票你也不要隨便跟 有的我是搶反彈 所以請各位留意 持股提檢 全面西州會議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是你找了最高殺低的人 是你找了殺龍資殺到你自己的人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上真正把你的錢 每一寸都能夠認真掌握 多空雙勝 而且可能是最大贏家的財富指揮官家族 等您 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四位 最大的一部 最大的改變 是最大的改變 最大的改變 在座伊斯沙 最大的改變 這是最大的改變 最大的改變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打头顾 恭喜黄老师会员 高端台康生大丰收 喜悦分享架68邀您一起来 喜悦分享架68邀您一起来 数部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打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武要领 专挑起掌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惚力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02-2781-0909